哈喽 兄弟们 现在老王是在成都的玉林路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玉林路 其实是感受一下成都的这种当地的生活文化 因为玉林路这条路呢 其实是成都最有生活气息的代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尚的年轻人 也可以看到像我身后这种老大爷在这里 休闲娱乐 真的是非常有这种生活气息 或者说代表成都文化的一个标签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玉林路呢 其实是来参加SMART 它在这个一个共创的活动 它和玉林路进行了一个联名 主打的这种一个品牌的理念 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好 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很多人对SMART这个品牌 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 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 会造两门小车的品牌 或者说现在是电动化时代之后 近01号近03号是吧 电动车的这样一个品牌 但是实际上SMART这个品牌呢 它在成立之初 它就是一个突破不可能的这种概念 在我看来 因为在两门车那个时代 奔驰 SWAT ART 他们共同打造的这种车型 很多人觉得可能它只是个两门的小车 但是 它其实是代表了一种 就是说材料上面的一种突破创新 小车用车生活理念上面突破创新 你看到在欧洲的大街小巷 SMART的这种粉丝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也采访过很多的这种SMART车主 他们其实对这个车的看法 我不在乎这个车到底好不好开 我只在乎这台车 它是不是能够彰显我的这种生活的态度 或者说出行的方式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的品牌都在做的 但是呢 为什么像SMART这种品牌 或是Mini这种品牌 它能够做得这么好 就是它主打的这种理念 根基在这里 SMART这个车变成电动滑之后 经理一号经理三号 变得更大了 变得也更好开了 但是它没有丢掉的什么呢 比如它四轮的这种 尽可能靠近车身的设计 又或者说它无框车门的设计 又或者说它这种双拼色造型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都是SMART这种精神的一个传承 毕竟SMART这个品牌 它代表的是一种出行理念 出行的态度 它并不是说要真正要去走量的这种车型 因为我如果说真要走量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应该交给大众 高尔夫来干 或者说你交给比亚迪来干 交给SMART来看 这件事我觉得是不那么合理的 因为在这种汽车细分市场里边 有的品牌有的车型注定 它就是大众化的车型 那么也有这种小众的市场 需要有人来干 那么SMART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确实也是做得挺不错 也挺极致的 因为他们一直在探寻这种 不可能的这种出行的方式 包括和玉林路这种联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条路上有 比如说像是海外留学的人 在这里卖巧克力的 也有搞这种建筑工程的 在这里开面馆的 各种的不可能 你能够想象到的 所有很多矛盾的这种碰撞 在这条路上都能够出现 那我觉得SMART同样也是这样 它在欧洲风里大街小巷 来到成都玉林路之后 你也不会觉得 整个这个品牌的调性 或者整个车放在这个路上 有什么违和的感觉 因为它各种这种 比较偏向于潮流的设计 年轻人会非常的喜欢 甚至过路的大爷大妈 也会觉得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SMART的魅力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 汽车文化 潮流文化的这种衍生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咱们评论区见